穿山甲將捲曲的身體解開後 原來尾巴的地方還藏有一隻小穿山甲 這對母子穿山甲是日前在萊毅山區 不小心遭陷阱套駐 被巡陷阱的老獵人發現 立刻請部落年輕族人協助 希望可以送去救治 所幸穿山甲媽媽只是受到輕傷 他就看到有他帶著小朋友 然後他也受傷 所以想說要不要就是委託我們送給那個 送給那個平科大 還是送給哪裡可以讓他就是保護他 其實不嚴重 他就是有點紅紅的擦傷或夾傷 但是沒有很嚴重的這個腐爛 也沒有很大的傷口 那因為他帶著小孩子 那像這種case的話 我們會盡量建議不要停留太久 因為盡快的掩放 因為媽媽有時候會太過緊張 就會把小朋友就是拋棄了 長期研究穿山甲的孫敬明解釋 穿山甲身性膽小容易緊張 所以接收當天 檢查傷口沒有大礙 就立刻前往捕獲的附近 尋找現有的地洞也放他們 如果他發現的狀況是有受傷 或者尾巴在流血 或者尾巴斷掉 可能是被動物攻擊等等的 那我們會建議把它留置下來 然後聯絡我們救傷中心 那我們就會去處理 這樣的情形很少見 對對對 也是會遇到啊 對啊 可是不常 幾乎都是一隻一 都是看到一隻這樣 對啊 有時候在村莊也都看得到 隨著部落動保意識抬頭 加上來一鄉傳統狩獵文化協會 也有完整的通報機制 讓穿山甲的數量逐漸恢復 不過還是呼籲遇見時不要驚擾他 讓他靜靜的通過回到野外 援修文巴浪屏動來意 想不到